26号投票日这天天气不太好 光复乡的投票率却蛮高的 秩序很好 早上9点就完成投票的乡长候选人林清水表示说 激烈的选战之后 不论输赢大家回归初衷团结一致 共同为光复乡未来建设打拼 投开票所内满满人潮 投开票所外 前来投票的民众是络绎不绝 这里是光复乡九个一选举投票的情形 争取联论的乡长林清水 早上9点多就先完成投票后 开始巡视各个投开票所的概况 并指出这一次光复乡投票率比预期还要来得高 秩序良好 对光复选战前所未有的激烈 林清水则表示 选后不论输赢 大家回归初衷 团结一致 共同为光复乡的未来建设打拼 我们的投票量比较大 我们说我们的投票所都要在海队 这些好地建设 我们的建设 我们的建设 这一集 然后这一集是必死的 我们希望在公开公开公開之下 展示最新最好的最理想的当地公开 然后当地 我们不要说因为先讲 世界第一方啊 这位先锢里面 也会被称赢 因为 因为 双印象的 称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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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赢的称赢 称赢的称赢 还是双印 称赢 称赢的称赢 今天投开票日光复乡民众不受天候影响 出来投票的民众是相当踊跃 整个投票秩序也相当良好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